来关心末代东亚运 今天在天津是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赛程了 中华龙舟队呢 在天津水上公园有三个项目都一路滑进到了决赛 对 这可惜最后到决战部分呢 都是栽在地主大陆队的手里 只能进账三面银牌 这样今天的柔道和宝文球的代表队都五元金牌 中华代表团在这一届的东亚运 最终就以创新高的17面金牌左手 东亚运最后一天 中华龙舟队要在男子12人及小龙200公尺 决赛立拼金牌 原本中华队一出发就掌握先机 但没想到因为对手偷跑比赛被迫重新开始 中华队的节奏也因此被打乱 只滑出48秒050 不敌地主大陆的46秒827 最后以银牌收场 出发的时候200米 因为他在短短40几秒就会结束 在出发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在整个过程中 你如果出发没有做得很好的话 我想大概在过程中要去追上 都是有非常的难度 那我想在第一趟的时候 我们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他会重新再出发 那在出发的时候 第二趟难免会有一些影响 可能就没有像第一趟做得那么好 由于大陆是本届东亚运的主办国 在不少比赛项目都享有主场优势 而中华龙舟队从赛前准备到正式比赛 都吃了不少亏 成绩也多少受到影响 原本他是规划 各团队代表来只能练一次 所以各团队代表来只能练一次 就很多人在反应不公平 因为他们已经在这练很久了 而且这个船只有他们有 在使用的船 都是他们中国龙舟协会制定 哪一个才是正式的比赛船 他也很晚才宣布 当然主场优势还是绝对有的 中华龙舟队15号除了在男子小龙 200公尺摘营 女子小龙也在200公尺项目 标出成军以来最快的56秒686 可惜最后还是以1.483秒之差 不敌大陆取军银牌 天津东亚运最后一天 中华龙舟队在上午为代表团 进账两面银牌 而中华代表团在本届东亚运 也改写了2005年澳门东亚运的 12金记录 为末代东亚运画下最完美的据点 以上是记者去森城孙船县 在天津的采访报道